新冠疫情爆发超过半年 至今还没找到解药 但是全球已经是有超过50万人病逝 美国和欧洲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二 面对第二波的疫情来袭 各国都绷紧了神经 一些区域的经济重启计划被迫再度喊停 世卫专家警告 疫情二度爆发可能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 而且即使疫情再升温 很多国家也已经无力在锁国 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公敌 破坏力非但没有减弱 还在加速传播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 截至29号早上10点半 全球已有50万1280亿人病亡 累计1011万5912宗确诊病例 美国的死亡人数依旧高居世界第一 12万5803人丧命 巴西紧接载后达到57622例 英国排在第三超过4万3000例 在放松防疫限制措施后 美国的疫情最近出现反弹 西部和南部多个州属的确诊病例激增 当地再次收紧限制 暂停经济重启计划 卫生部部长阿扎尔警告 美国检测病毒的能力已经提高 但疫情形势不同于两个月前 能够控制疫情的窗口正在关闭 情况非常棘手 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拉涅里归拉 则将新冠病毒疫情和1918年西班牙流感相比 认为第二波疫情威胁确实存在 在北半球国家陆续进入夏季 病毒传播速度不仅没有下降 反而变本加厉 预料9月和10月开始 疫情会猛烈反扑 全球可能再有数百万人丧命 卫生系统将再次面临压力 经济专家则点出 封锁行动已经导致一个国家 每月损失至少3%的国内生产总值 因此就算是最富有的国家 恐怕也无法再承担 额外2到3个月的全面封锁后果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